十岁妹妹抽骨髓救哥哥 姐姐的守护者电影中 妹妹出生的使命 就是为拯救罹患急性苦髓白血病的姐姐 一出生就捐干细胞给姐姐 这部钻人热泪的电影 引发大家对生命的险思 新北市的十二岁余弟弟就幸运多了 她去年罹患罕见的T型细胞淋巴癌 包疗失败本来只剩半年的寿命 还好 她和妹妹的干细胞配对成功 十岁的妹妹甘愿忍受连续三天抽血 插针之苦救了哥哥一命 你打的针听说打的针很痛耶 不会痛啊 真的哦 这么勇敢 不会痛啊 还有打手嘛 对不对 手就 手背 还有这边 我就是一个环境的超黑 女妈妈说 儿子本来是个健康宝宝 没想到去年七月 全身红肿又发高烧 检查剂迷幻 T型细胞淋巴癌 其实蛮不能接受 蛮不能接受 对 因为觉得我的儿子很健康 好 好 好 真的她的肩膀卡住 感冒她都不用看一生的小孩 怎么可能 一下这边才死 鱼妈妈刚开始还不敢让儿子知道实情 还哄骗她说是感冒发烧 但第一次化疗 儿子的头发掉光了 成了大光头 儿子还不解地问 发烧为什么连头发都没了 那时才告诉儿子实情 没想到才做完第二次化疗 鱼弟弟又复发了 只剩下半年的生命 就在他生日那一天 老师和同学还特地在素食店 为他办签身 幸好最后手术成功了 这对兄妹很会斗嘴 不抢东西 但哥哥住院后 兄妹俩才知道 有多么想对方 今天你回家 不是抢电脑 就是抢电视 那以后没有人跟你抢电视 没有人跟你抢电脑 你不会觉得很孤单 奇怪就是 提早回家 跟哥哥说提早回家 早点回家吧 妹妹救哥哥的故事 传回学校后 校长上周还带着全班祝贺卡片 来探望鱼弟弟 并颁给两人小勇士假装 勇于为生命奋斗的精神 校长颁给生命勇气奖 好不好 开心吗 动新闻 祝健康长大 报道 电视频说明说LA 岁月老板 未经许可 神明之为 优优独播放